来到高雄右昌图书馆 眼前这名男子就是沈玉琳的哥哥 沈玉璞他也是右昌图书馆的主任 不过现在被爆出最新的人力升迁 他是从这七职等 要调到了金发局秘书室主任的九职等 选委会也当过总务 然后在文献会也担任过行政室主任 所以这个业务对我来讲是驾轻救手 沈玉璃他跟市长也很好啊 有没有他推荐你过去这样子 这我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啦 因为我在这边待了 我的八职等待了14年 听到跟沈玉璃是否有帮忙呢 这个哥哥是有点结巴的表示说不知道 但也强调说因为他就职公仆 是已经27年的时间了 目前在右昌图书馆的值等其实是实际上是八值等的缺 主要大家会质疑就是因为这个沈玉璃他是好几次呢 跟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开直播 跟市府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 这个议员也质疑说这两样图书馆跟金发局的业务好像没有直接关系 能不能上手也受到质疑 但金发局强调说用人申签都是依规定办理的 而且是借重沈玉璃在地震专业的财产管理 还有工程规划等等的经验 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申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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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� 感谢观看